美国科学家发明了一种神奇的人工光合作用装置 只用阳光不耗电就可以把二氧化碳变成乙烯 并正在研究将其变成燃料 这意味着未来石油天然气就可以光荣的退休了 地球变暖也就只能无功而返了 二氧化碳通过阳光实现质循环 就能提供现代社会最重要的资源 还有化石燃料什么事呢 这些研究已发表在9月12日 自然合成杂志上 这项技术来自密西根大学 电器与计算机工程系 米泽天教授领导的团队 此前乙烯和燃料都来自于石油天冷器 冶炼过程需要高温高压 导致大量的二氧化碳排放 可以说是地球变暖的罪魁祸首 然而我们却无可奈何 因为没有石油没有乙烯 你买菜都得再提回 以前那个土的掉渣的竹篮子 喝饮料都得拎上笨重的玻璃瓶 密西根大学团队的秘密武器 是一种规机上培育出来的 氮化加纳米线森林 每根只有50纳米款 大约相当于几百个原子聚集在一起 纳米线上散布着许多铜族大侠 每一族大约有30个铜原子组成的小团队 当这片纳米线森林被浸入含有二氧化碳的水中 在一晒太阳特别是中午的阳光时 一场武林大戏就拉开了帷幕 光能不断的释放出电子给纳米线表面充电 起劲的分解水分子生成氢气 氢原子那叫一个生氢如燕 凌波微步就想溜之大吉 但铜族大侠可不是吃素的 他左手一招擎擎手轻松的把氢原子抓住 右手再使出补碳素 老老的锁定二氧化碳 紧接着下盘一招无垠腿双龙细碳 把两个氧原子给踢飞 剩下水中的碳原子正不知所措 同大侠手里的亲姊妹已经撞入了他们的怀里 来了个三屁拉囊配 组成了一个个幸福的乙烯小家庭 研究发现这种半导体在光线照耀下产生的自由电子中 有61%都参与了乙烯反应 比另外一组银铜机催化剂效率更高 银铜机催化剂需要在碳机流体中运行 几个小时后就会降解 而这种铜机的因为氧气的加入 改善了催化剂 形成了自我修复机制 让这套设备运行了116个小时 也没有任何降解 并且类似的设备与运行了3000个小时 可以比较的是 类似的竞争装置生产仪器的速率只有它的四分之一不到 这意味着这种可以自我修复 边干活边给自己打补丁的 人工光合作用装置具有极大的潜力 科学家们已经申请了专利 准备和初创公司合作 将其推向市场 怎么样 是不是很黑很科技啊 如果这项研究真的能够成为现实 未来我们将可能靠着阳光驱动的二氧化碳自循环 过上乙烯和燃料自由的生活 吃着炭开着车就把地球给拯救了 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 没ror 你应该否不满 你选择